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53岁 身高一米五九 圆放脸短头发 因为和家人生气 于正月十四阔湖2月25号早晨 从苍州市走失 走的时候 身穿紫红色棉大衣 黑格子裤子 黑色的皮鞋 有见到的或者知情者 请与某某联系 帮助找到者 必有重谢 那么刊登寻人启示的是谁呢 叫杨秀婷 是王淑梅的丈夫家住苍州市南新村 当年是52岁 这杨秀婷啊 已经是退居二线了 他在退休之前呢 曾经担任过苍州市郊区外贸局的副局长 他的妻子王淑梅也退休了 退休前是在苍州市的一家大型国有工厂里边担任质检科的科长 俩人工作都不错啊 这都算是铁饭碗 两个人呢 结婚二十多年了 不过说回来啊 别看啊 在一块生活二三十年了 但感情不是特别好 夫妻关系呢 一直也挺紧张的 但是自从妻子王淑梅失踪之后 人杨秀婷表现的可不错 急得跟热锅上的麻蚁似的 整天的到处找啊 哎呀 淑梅呀 去哪了呀 二月二十五号 杨秀婷首先来到岳父家找人了 一进门啊 他就说 哎呀 这淑梅呀 一大早上就跟我办了两句嘴 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大气性啊 一赌气就走了 我当时呢 也没拿着当回事 后来左等右等一直没回来 见不着人影 这大过年子这都快把我急死了 他回来了吗 啊 他家来了吗 一听这话 娘家人一看 哎呦 这可了不得了 大过年子 人丢了 这怎么办呢 赶紧找吧 你去东街 我去西街啊 东西南北都派人出去了 可是啊 大伙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是什么呀 没见着人哪 给杨秀婷急的呀 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屁的啪的啪的可就掉下来了 他呀 在那一边哭 一边在那揪着头发 给他后悔的呀 哎 都怨我呀 啊 当时 我 哎 你说当时我 我要是少说两句 不就没事了吗 他这难过的样子 让娘家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你看 人这多着急啊 啊 俩人的孩子呢 因为一直不跟自己住啊 所以也不知道这事儿 直到快元宵节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打电话 说要接母亲呢 到自己家里边过元宵节 杨秀婷一看 没办法了 只能告诉儿子 你妈呀 从家里边走了 走时候呢 拿了两千块钱 为了找你妈呀 我也到报社 去登寻人启事了 我也在电台 做寻人广告了 我天天是早出晚归的 我骑着自行车 在大街小巷 哪哪都转悠 张贴了好多的寻人启事 我还找派出所了呢 可是啊 到现在都没找着 这十多天过去了 你妈也没回来 随后啊 杨秀婷又拿出了几千块钱的积蓄啊 别看夫妻俩工作都不错 但那时候工资也没多高 几千块钱 这还真是一笔大钱了 他们呢 就找到了杨秀婷的小舅子 叫王涛 就让这些亲友们呢 拿着这笔钱出去找媳妇去 这算是找王淑梅的经费了 他自己呢 还专门买火车票去了一趟东北 可是还是没有王淑梅的消息 三月二十七号 小舅子王涛怕姐夫太伤心了 专门呢 上家里边去看看去 一见着王涛 杨秀婷还没说话呢 眼泪刷就又流下来了 涛啊 你姐到现在还没阴信呢 连人家派出所都说不好找了 看来啊 恐怕是回不来了 听姐夫这么一说 王涛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这自己的亲姐姐一转身就走进卫生间 因为鼻子呢 也有点发酸 也想着流眼泪 赶紧吧 用凉水洗把脸吧 他呢 一拿香皂 这香皂一滑就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赶紧捡吧 就在他捡起来香皂 弯着腰准备起身的时候 这目光啊 无意之中 就看见一个白色的唐瓷脸盆 底部边缘有三粒高亮米粒大小的暗红色的斑点 这盆啊 是纯白色的唐瓷盆 稍微上点年纪的 像我这样啊 三十来岁的应该都见过 那么这白盆底下要是沾着几个红点那是很乍眼的 仔细这么一瞅 就是那小鞋点子 这分明就是血迹 他心里边坑腾一下子 哪来的血呀 再往四周这么一看 墙小啊 有那种暖气管 暖气管后边有着更明显的血迹 王涛这时候心里边已经有了一点想法了 他呢 假装着很镇定 走出卫生间 跟这杨秀婷呢 敷衍了几句 哎 姐夫 没事 别着急啊 实在找不着 咱们也没办法 这么着 我呢 就先回去了 你保重啊 敷衍几句之后就出门了 出来之后可没回家 直奔苍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刑警三中队 四月一号的时候 刑警啊 把杨秀婷就叫到了刑警队了 按理说这王涛三月二十七号 他可就报了警了 怎么到四月一号 民警才把杨秀婷给叫过来呢 这中间的间隔了整整四天呢 其实啊 这杨秀婷啊 跟大伙说又去广州了 又不在家了 去广州干嘛 找媳妇去了呀 把这杨秀婷一叫到刑警队 在铁证面前 杨秀婷一看 得了吧 再瞒也瞒不住了 于是交代了杀妻的经过 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 咱们得从头说说他们的婚姻生活 1976年那时候的杨秀婷还当着兵呢 在陕西宝鸡服役呢 他呢 回苍州老家探亲的时候 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淑梅 那个年代说在老家里边啊 到了十八九了 二十来岁了 那就该介绍媳妇了 该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杨秀婷都二十六了 这在老家那算是大龄男青年了啊 虽然是部队干部 长得也挺年轻帅气 可是呢 家境比较贫寒 家里边穷 文凭呢 也比较低 之前谈了几个对象 也都没成 跟王淑梅认识之后啊 其实杨秀婷呢 没那么满意 为什么呀 王淑梅个子不高 长得呢 也一般 不过呀 王淑梅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工作庭体面 正式工作 文凭呢 也还不错 是中专文凭 别看中专放到现在 什么都不是啊 可是在那个年代 这算是高学历了 杨秀婷呢 也就动心了 王淑梅呀 也因为是年纪比较大了 那时候算是大龄女生青年啊 看杨秀婷 人还不错 长得也挺好 又是解放军叔叔 人在部队里边 人还是干部呢 那行吧 也对他呢 也有意了 就这么着 俩人来往不久 就结成夫妻了 1982年 杨秀婷啊 就转业了 分配到了苍州市外贸局工作 俩人之前呢 就跟牛郎之女似的 这一年 你也不一定能见得上一面 但是现在那行了呀 俩人终于能够在一起踏踏实实的生活了呀 可想是这么想 真到了现实之中啊 那是另一种情况 不在一块 那还无所谓 在一起之后整天的就是吵吵闹闹 杨秀婷家在农村 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好 分家的时候呢 也没分到什么家产 但是杨秀婷啊 还是个孝子 甭管说小两口日子过得多紧吧 家里边但凡有什么事 他得掏钱得鼎力相助 久而久之的 王淑梅呢 就极力反对 王淑梅就认为 当年分家的时候 既然没给你分什么东西 那你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杨秀婷一开始啊 也懒得跟他吵 后来呢 也没办法了 得了吧 暗度陈仓吧 偷着给呗 不久之后 王淑梅可就发现了 我说杨秀婷 我和你整天的过穷日子 我算是倒了大霉了啊 你不过自个儿这日子 你还胳膊肘往外拐 我要是跟先前那个对象就好了 你看看人家多有能力呀 工作体面 职务也不错 当时啊 我真是一念之差 我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男人哪 最怕听这个啊 你哪怕说我 你工作不私进取 是吧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要跟我道歉 你要跪搓衣板 跪留脸 那这都行 就是别比 你可不如我之前那对象 别说男的怕这个 女的也怕这个 夫妻婚姻生活之间 你不能提之前那些沉滋满烂骨子的事 你这家伙拿现任丈夫跟前男友比 这不日子不过了吗 杨秀婷一听 行啊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过了 咱们就离婚 杨秀婷到这个时候也不甘示弱 于是孩子还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们呢 就去法院闹离婚去了 只不过呀 那个年代呢 法院也不愿意让夫妻两口子离婚 经过调节 俩人呢 就没离城 从这开始 杨秀婷算是有了心病了 对这事啊 耿耿于怀 那时候他也发誓 我再也不和妻子王淑梅一起抛头露面了 这时候呢 杨秀婷又当上了苍州市郊区外贸局的副局长 当了官了 杨秀婷就认为自己啊 有了资本了 我终于不用受这窝囊气了 就跟王淑梅说 离婚 这回王淑梅死活不离了呀 哎 我告诉你 杨秀婷 嫌我老 嫌我长得难看 你就想离婚呢 离了婚 你去找个年轻漂亮的是吧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媳妇这话呀 给杨秀婷气的都不行了 他心里边恨的是牙根痒痒啊 我这辈子啊 我又是军官 我现在又是局长的 我怎么 我这么一个豪鸟 我就关了他这么一破笼子里边了呢 我呀 我要突破枷锁啊 就开始找借口 把一些女人往家里边带 他是故意的用这个来折磨妻子 很快 杨秀婷就认识了一个饭店的女服务员 就认这个女服务员呢 当干闺女 你在外边胡搞乱搞 虽然缺德 还责罢了 但是啊 他还敢把这干闺女往家里边领 王淑梅 等这干闺女一走 跟杨秀婷可就没完了呗 我说杨秀婷啊 什么干闺女啊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啊 啊 其实啊 这干闺女还没走的时候 这王淑梅就已经特别不满了 当着杨秀婷的面还给了他几句呢 并且还把这干闺女啊 撵出家门了 这一下子啊 更惹恼杨秀婷了啊 你把他撵出去就得了 走了之后 你还跟我在这儿激起歪歪 甩出手来 啪 啪 给了王淑梅两个大嘴巴 杨秀婷当过兵啊 大老爷们啊 啊 这打王淑梅 那不手拿把钻吗 这两巴掌把王淑梅打得是晕头转向 嘴角啊 那血刷就流出来了 王淑梅一看好啊 你打我嘴巴啊 还把我这嘴皮子给弄破了 我跟你拼命就扑上去了 可没想到杨秀婷撞啊 一把拎起他来 哐当往地板上 这么一摔 王淑梅嗷喽一声 就昏倒在地上了 有这么一回之后 可以说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成了 王淑梅也是真怕了 虽然知道丈夫不检点 但是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再有矛盾啊 他在打我 我还活不活了 有时候啊 看见杨秀婷 领着干闺女们到家吃饭 那也没办法 人来吃饭了 那就做呗 你看 我家那口子成了这姑娘的干爹了 那我不也干妈吗 干妈就伺候伺候干闺女吧 做完饭之后啊 自己呢 就躲到屋里去 有一回 王淑梅下班也回家 也开开门 哎 这回啊 家里不光有杨秀婷 还有一女的 那女的呢 还不是干闺女 是一开午厅的女人 俩人呐 在卧室里边正乱搞呢 这算是被妻子捉奸在床啊 撞见之后 照理说你杨秀婷 你得很不好意思 哎呀 不是你想的这样子啊 你误会了啊 杨秀婷不来这个啊 一点也不羞耻 反而还责怪王淑梅 那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识趣啊啊 有也没眼呢 耽误我们的好事 这王淑梅气的呀 当时就要拿起电话 打110报警 杨秀婷一看 要报警 这要报了警 这传出去 我可就没脸做人了 我这副局长 我还干不干呢 是又气又脑 争夺之中啊 竟然把妻子王淑梅的那小手指一下子就给拧断了 就剩下一层皮在那连着呢 大伙想想食指连心呢 王淑梅疼的呀 差点没晕过去 再一次遭受到丈夫的虐待之后 王淑梅的身心呢 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其实家里边还不光是杨秀婷和王淑梅两口子呀 他们还有一儿子呢 儿子已经上中学了 叫杨威 杨威呀 就眼瞅着自己的爸爸 这么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妈妈 就壮起胆子 就劝爸爸 爸 爸 你对我妈好点 没想到杨秀婷张嘴就说 你别劝我啊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妈 我迟早得跟她离婚 爸 你可以不喜欢我妈 你可以和她离婚 但你不能往家领女人呢 你更不能打她呀 杨威 你知道我为什么往家领女人吗 你妈是个性冷淡 我跟她没法过来 听到父亲这么一说 杨威中学生人什么也都懂了 给他掖的搁搂搂搂的 他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 苍州市啊 实行机构改革 郊区外贸局呢 被撤销了 杨秀婷也就被免职了 再加上杨秀婷生活作风不好 性格呢 还比较孤僻 大家呢 也都不喜欢他 所以啊 让他领了一笔补贴之后 就算是退居二线了 马跟下岗差不多了 这一下子 给杨秀婷可就整懵了 他这心态就更扭曲了 脾气也更暴躁了 王淑梅可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了 杨秀婷自从下岗之后 整天的无所事事 我干点什么呀 我得挣钱呢 他就开始炒股 为了炒股方便 专门买了电脑 还请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住到家里边 给他帮忙 其实啊 这小伙子并不是在外边找的什么员工 是吧 什么助理啊 就是他情妇的儿子 那个情妇就是让王淑梅撞见的那个舞厅女老板 杨秀婷曾经多次的跟王淑梅就说 离了婚呐 我就跟他结婚啊 我为了讨好他儿子 我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离婚的决心 我就得跟你离婚 杨秀婷在家里边是不停的对王淑梅啊 发号施令啊 什么也不避讳着 什么话都敢跟王淑梅说 还让王淑梅啊 还让王淑梅啊 整天的给自己情妇的儿子做饭 洗衣服 有一回呢 那小伙子呀 没烟抽了 杨秀婷就让王淑梅 你下楼去 买块烟去 王淑梅也生气呀 我不去 我腿疼 脑袋晕 你去不去 去不去 我不去 你不去 抡起巴掌 啪啪 又是几个大嘴巴 你不是腿疼 头晕吗 行 从今天开始 你哪儿也不能去 没事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坐着 不许乱动 不许说话 这杨秀婷还真是说到做到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不让妻子下楼来 别说出门不行啊 要是不经请示 你敢在屋子里边走动一步 轻的那就是骂你一顿 重的那就是拳打脚踢 没事 王淑梅呢 不能动 你就只能坐在床上 杨秀婷啊 还给这个活动起了个名字 就是你坐床上低头自过去 到了1999年夏天 杨威呢 人也读大学了 到暑假的时候啊 放假回来 就看自己的妈妈怎么身上长了那么多褥窗啊 怎么就一直坐在床上呢 也不动欢呢 儿子心疼母亲呢 就劝他妈 你早点跟我爸离婚吧 这日子怎么过呀 思来想去 王淑梅这回是同意了 他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得要一套房子 因为离婚之后 得有个住处啊 一开始 听王淑梅一说要离婚 杨秀婷啊 乐得都不行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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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再一听 怎么着 还要房子 我告诉你 王淑梅 家产都是我挣的 你什么都要不了 离婚之后 空手滚蛋 随你去哪儿 王淑梅气的呀 他跟杨秀婷说了 杨秀婷 不给房子我就不离婚 你休想霸占房子还赶我走 除非我死了 你才能办得到 照理说 杨秀婷这时候 你不得有点悔恨之意啊 我是不是做的太过了 可杨秀婷听到这句话之后 哎 对啊 他提醒我了啊 是啊 他死了 我不就没事了吗 2001年6月 杨威呢 也大学毕业了 被分配到了苍州市的一个中学 当老师去了 2001年年底啊 就准备结婚 王淑梅呢 也不顾杨秀婷的反对 把他们已经租出去的旧房子就收回来了 准备给儿子做新房 可杨秀婷啊 总认为儿子向着妈妈 那所以对儿子呢也不好 结就结呗 反正我不掏钱 是一分钱也不掏 就像个旁观者似的躲一边去了 儿子结婚之后 把王淑梅啊 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住去了 可没想到 没到俩月呢 杨秀婷又闹上门了 嫌儿子跟媳妇啊 对他不管不顾 零二年春节 出于对父亲的孝心 这杨威夫妻俩呢 陪着母亲王淑梅回到父亲身边 跟他一块过年 可没想到 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杨秀婷又说话了 那什么 你们呢 把你们住的那房子退出来 你们自己到外边租房住去 杨威一看这时亲爹嘛 怎么这么绝情啊 他呢 就跟这个杨秀婷就说了 爸 除了钱跟女人 在你眼里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是吧 房子也有我妈一份 凭什么就你一个人的呀 杨秀婷一看你小兔崽子 你敢跟你老子这么说话 俩人呢 就大闹了一场 杨秀婷啊 后来就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妻子身上 就为什么儿子不喜欢我 都是你在背后叫唆的 杨秀婷这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妻子 他呀 看见这一天王淑梅在家里边切肉 给他包饺子呢 杨秀婷假模假式的啊 假装关心的就说 书梅啊 这刀太顿了 我把这刀啊 拿外边去磨快点 当时王书梅也挺惊讶 好几十年了 没这么客气过啊 他呢 还真把这刀拿到外边花钱磨的是飞快飞快的 二月二十二号 正月十一那天 杨秀婷一大早啊 就跟王淑梅去找茬去了 他说了 我得去杨卫家里边 把杨卫他们赶出去 王淑梅一听就火了 夫妻俩呢 为此又吵了一天 这一整天呢 杨秀婷就跟野兽似的啊 跟大狼狗似的 死死的就在那瞪着妻子王淑梅 晚上吃过饭之后 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哎 有笑模样呢 他呢 就跟王淑梅说 淑梅啊 我在卫生间里边准备好洗澡水了 你去洗澡吧 王淑梅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 哈哈 梅李丈夫就想进礼屋睡觉 这时候 杨秀婷喘着粗气就扑上来了 一把就把王淑梅抱起来了 使出全身的力气 把王淑梅头朝瞎就摔在地板上了 随后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菜刀 闭着眼 在妻子头上一连砍了七八刀 直到王淑梅气绝身亡 当天晚上 他把王淑梅的尸体大卸八块 装在几个塑料袋里 又把自己家那口蒸馒头的大铝锅支起来了 在锅里烧开水 把妻子的尸块挨块的放进去煮熟了 怕白天哪 家里来人被撞见 他就选择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干 足足干了三个晚上才处理干净 干这些的时候 杨秀婷表现得非常震惊 白天仍然是若无其事的炒股 用那口大铝锅自己还蒸馒头吃呢 晚上累了躺床上就睡 可床底下还放着王淑梅的尸体呢 到了夜里啊 再起来 把这王淑梅的衣服 头颅和骨头 分别扔到了郊区的废水河里和废机井里 当时王淑梅的尸体处理的是一点都不剩了 他这才如释重负 之后呢 就假模假式的 开始了自己的寻妻之旅 是又贴寻人启示又登寻人广告的 最终杨秀婷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从2004年年底开始啊 沈阳市黄姑屯警方连续接到报案 一些舞厅里边的舞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下落不明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黄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根据报案 派人员呢 深入辖区的各个舞厅明察暗访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出入舞厅的女人呢 有的是下岗失业的 以陪舞为谋生手段 赚俩钱维持家庭的开销 有的是做买卖的 闲着没事 进舞厅放松放松 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舞伴相互联系 也不那么特别紧密 另外啊 喜欢跳舞的人流动性很大 今天进这个舞厅明天就去那个舞厅了 沈阳那么多舞厅 寻找失踪的舞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辖区里边接连出现这种失踪的案子 公安机关他也不能不调查呀 忙了两三个月 这案情啊没有丝毫的进展 情急之下 黄姑警方向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案二大队 副幼红副大队长来求助 说实在的 面对这一桩桩舞女神秘失踪案 副队长也迷糊 你问我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去 没任何线索 失踪舞女的家人也说不清他们究竟跟什么人来往 茫茫人海从哪入手呢 副队长啊把能搜集到的失踪舞女的有关资料一一进行研究打算从里面找到突破点哪怕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最后一次打电话也算是有点抓闹啊 这项工作麻烦琐碎费心劳神但也没办法破案呢就是这样在没揭开谜底之前所有看似无关紧要的工作都得去做 很多探案小说啊相关的影视作品啊把这些警察呀说的神乎其神一个个都跟福尔摩斯似的一点蛛丝马迹立刻大脑高速运转还能还原现场然后找到凶手找到嫌疑人 现实世界里面哪有那么神奇啊 你无非就是大量的无效工作 最后你排查一万条线索有那么一条有用的你能把这案子破了这就谢天谢地了 就在副队长研究破案资料的时候2005年3月份黄谷区警方又传来消息这回啊不是舞女失踪了而是被杀死在家中 副队长放下手下的工作跟黄谷刑警到现场走了一趟既然是舞女被杀那么就有理由把这起案子和舞女系列失踪案放在一块考虑 万一要是能从中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呢 案发现场啊是很简陋的民宅 舞女死在床上身上值钱的丸都被人掳走了 屋子里面呢也有翻动的迹象 按照常理推测呀 死者可能是在舞厅认识了凶手 领回家里边呢做皮肉交易 打算赚更多的银两 结果引狼入室搭上性命 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 以往发生的类似案件都是这么个套路 在舞厅里边跟人谈好价钱了 走吧去我家吧 到了家里边哎让人杀了 副队长对案子的内容 不想做更多的探索 他关心的也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死者家属说呀 死者的手机不见了 手机也就成了这起凶案的唯一线索 当然了也可能成为 侦破舞女系列失踪案的 那把开门钥匙 副队长开始密切注意 死者被截手机的动向 一连一个星期没有任何的动静 副队长就在耐心的等待着 等到第十天 终于有情况了 这手机呀 一旦开机通话都能够被迅速定位 通过定位 发现被抢劫的手机 在大东区一个叫李强盛的人手里边 那这李强盛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李强盛啊 三四十岁 是个出租汽车司机 经常在黄谷区跑活 手里边宽硕喜欢交朋友 副队长找到李强盛的时候 李强盛正准备出车 俩人交谈的话题就是一个 为什么黄谷区被杀武女的手机 会在你手里 李强盛说 什么手机呀 什么武女手机呀 我哪知道啊 我这手机也不是你们说的 那个牌子的呀 并且呢 拿出来了自己的手机 检查同志你看 这是吗 副队长笑了笑说 你呀 没说实话 这场心理对抗足足进行了五个小时 李强盛服了 是 手机在我手里 人是我杀的 还不止一个 就像办案人员 在武女被杀现场推测的那样 李强盛和死者认识之后 就去了死者的家 作案之后呢 劫走了钱财 这李强盛啊 长得还不错 白白晶晶呢 打眼一瞅呢 就是忠厚老师那种类型的男人 见人面带三分笑 请朋友下馆子喝啤酒 不在话下 他有个最大的嗜好 就是逛舞厅 哎 就一听到这舞曲啊 他这脚心就痒痒 他不跳上那么几步啊 他就难受 再说了 跳舞也便宜 买票进舞厅 在那个年代高档点的场所 花二十块钱就能进去 能搂个舞女 跳三支曲子 如果在中低档的地方呢 十块钱就能跳三曲 这李强盛心里也琢磨着 嘿 看那些舞女 多漂亮 大街上 我问人家 哎 我给你十块钱 你让我抱十分钟行吗 那不得大耳帖子抽我呀 这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抱抱那么半天 值啊 舞女呢 主要是挣钱 要是男的肯大方点 很多舞女啊 还会接受超值的福 李强盛图的是便宜 要的是心情 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少舞女为了增加自己 吸引男人的魅力 往往把自己打扮得跟贵妇人一样 大项链 大戒指 可劲往脸上磨粉 一出汗 都能弹肩 大项链跟狗链差不多 这跳起舞来 那香气 比闻香都呛得好 李强盛看他们满身的披荆带银 这眼睛就热辣辣的 这大项链子 这得值多少钱 这大戒指 暗暗的就打起了这部分舞女的主意 请他们跳舞的时候 舍得甩票子 不二十块钱吗 也有钱呢 二十块 来 二十块五毛八 带他们吃饭下馆子 也舍得点好的 想吃什么 随便点啊 羊肉串 先来两串 一来二去 李强盛就成了舞厅小王子了 舞女们是争相献媚和他套近 哎呦 强哥 盛哥 李强盛呢 有两个好朋友 闲着推杯换盏的时候啊 没少对天发誓 过去古代那时候 一个头磕地上啊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李强盛跟这俩朋友 一样 摆把子嘛 咱们呢 都是兄弟啊 比亲兄弟还亲呢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有钱大伙一块断呢 现在 富贵就在眼前 我哪能忘了 我这几个兄弟啊 啊 来我说兄弟 最近呢 我有个想法 能挣笔大钱 哥不喜欢跳舞去吗 哎 我就发现这些舞女啊 真是穿金带银 那大金像链子 呵 一个恨不得半斤呢 咱要是把他们给抢了 嘿嘿 反正我感觉这事啊 能干 要不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呢 一般情况之下 一听说朋友想干抢劫的买卖 得赶紧告诉他 这不能干啊 违法犯罪 抓着之后是坐牢的 再说了 咱做人能这么昧着良心吗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是正常情况 可他这朋友啊 跟他一露货色 一听 好啊 有钱不挣 那不傻子吗 抢他们 没问题 抢 后来啊 据李强盛供述 他和同伙呢 之所以把武女 列为作案对象 是因为武女啊 大多数自己一个人住 把大部分来都是租的房子 有一定的现金首饰 都是自己保管着 再有呢 他们的工作都是 偷偷的跟人私会 很容易骗走漏 而且失踪之后 短期之内不容易被发掘 周围的人也会感觉 还准是跟谁啊 这是跟人过个十天半个月 又捞不少钱 最重要的一点呢 女人比较容易被制服 你要告诉他 哪个世界拳击冠军家里边有钱 他也知道有钱 你吓死他 他也不敢去啊 基于这样的理论跟考虑啊 李强盛呢 就经常和那些关系挺铁的武女约会 骗到隐秘的地方 就把他们杀了 抢走现金金银首饰 手机等等等等 碰到值钱的衣服呢 也扒走了 换酒钱去 真是好多那种名牌衣服 扒下来 大不了一千块钱的衣服 五十块钱往外卖 卖几件也能挣不少呢 也能抽两盒烟 喝瓶好酒呢 尸体呢 一般呢 都是扔到枯井里边啊 或者壕沟里边啊 埋起来 就完了 就这三个家伙啊 就用这种手法 一共杀死了五名牧女 李强盛最后一回作案 就是跟那个武女回家 进屋之后 没多长时间 就把这武女啊 就杀死了 每一回事后啊 李强盛呢 也会害怕 也心虚 这一回 跟其他的那些武女 还不一样 有点后悔 因为这个武女 对他很痴情 他呢 也有点喜欢这个武女 俩人是稍微有点感情的 后悔 害怕 又担心罪行败露 抖抖活活的 这就留下了蛛丝马迹 结果李强盛还真就栽在了 这最后一名武女身上 拿下李强盛的口供 副大队长 把他交给黄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继续深挖 黄姑警方根据李强盛的交代 很快把他的两个同伙 抓捕归案 办案人员呢 马不停蹄的核实案情 弄清了近一段时间 黄姑区失踪的武女 都是被李强盛等人杀害的 武女系列失踪案 终于真相大白 案子破了 黄姑警方所有参战人员 该立功的立功 该受奖的受奖 这一样就算翻篇了 过去了 可是树欲静而封不止 从2005年4月份起 黄姑区的武厅又陆续爆出了武女神秘失踪的传闻 那么这一次的凶手又是谁呢 按说呀 作案凶手李强盛和他的两个同伙已经抓着了 武女系列失踪案也算结束了 该翻篇了 然而从2005年4月份开始 黄姑区的武厅又陆续爆出武女神秘失踪的传闻 这黄姑的刑警啊 兴奋劲还没过呢 嘿 刚领了奖金 刚受了褒奖 心里这个痛快呀 这一下子等于一瓢凉水 啪的一下浇个透心凉啊 刚处理完李强盛啊 又蹦出来个李强盛啊 怎么还是找武女呢 这事情发展了 比黄姑警方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2005年4月5月间 沈阳市西郊东郊的荷兰村 沙盒子等地相继发现了尸体碎块 这些尸体都是女性 而且绝不是一个人的 有的尸体碎块胖点 有的瘦点 有的黑点 有的白点 这一下子 可惊动了沈阳市公安局 对来历不明的女性尸体碎块高度重视 责成各分局 结合各区的实际情况 加紧调查 找到尸体碎 迅速破案 与此同时 沈阳市的武厅武女失踪的消息 依然时不时的爆出来 黄姑区公安分局压力相当大 当年黄姑区有一个武厅 叫大师界武厅 李强盛他们害死的武女啊 都是从大师界骗出去的 当年4月20号 黄姑刑警所接到的 报案失踪的武女小金子 也是从大师界出来的 这小金子36岁 没有职业 几乎天天泡在武厅里边 陪武赚钱 3月25号 小金子的家人啊 发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就满世界的找 打手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问熟人 不知道啊 没见着他呀 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哎呀 这又是一桩无头无尾的 武女失踪案啊 黄姑刑警 没有什么破案的良方了 再次求助刑警大队 傅佑红副队长 副队长则无旁贷 刚破了一起 这一起啊 接着来吧 立即介入此案 小金子失踪案 成了摆在副队长面前的一道难题 小金子失踪的时候 戴着手机 手表 金项链 金戒指 金耳环 这手表和金货 很容易变成钞票啊 手机呢 却一点被使用的迹象也没有 和李强盛案件一样 找到武女小金子的下落 这手机 是唯一的指望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小金子难觅踪迹 众多武女神秘失踪的消息是纷至踏来 沈阳比较有规模的武厅都发生过此类案件 这可怎么办呢 那一个没找着呢 紧接着又丢一个 这个还没细研究呢 嘿 第三个又丢了 春去下来 转眼就是秋末冬初 副队长终于捕捉到了武女小金子 被截手机的信息 经过技术定位 副队长找到了那部手机的现任主人小赵 小赵说了 手机不是我的 是从我女朋友手里买过来的 嘿 这对象啊 搞得真憋屈 拿个二手手机用还得买 他女朋友呢 是在舞厅跳舞的 副队长一路追下来 感慨很多 小金子 被截的这个手机呀 被捣了好几手了 小赵 是找他女朋友买的 他女朋友 是找另外一个武女买的 副队长呢 就又找到了卖手机的这个武女 这武女说 哎呀 这手机 我早忘了这码事了 干我们这行的呀 天天接触逛舞厅的舞皮子 我才懒得记那些陈芝麻烂骨子呢 可副队长发现呢 这个武女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边眼神闪烁 说话是搔手弄姿 估计是没说实话 于是副队长 于是副队长耐心启发他 我说 姑娘 好好想想 那个手机 是从哪儿得来的 啊 我们这也是办案子 你这要是知情不报 回头真出了什么事 可也得算上你一份啊 你可琢磨清楚了啊 这一来二去 最后啊 这舞女也紧张了 呃 这个手机啊 是大老刘给我的 嗯 大老刘 谁啊 这是 哗 大老刘你都不知道 那可是最有身世风度的男舞伴了 哎呦 舞步棒极了 跟他跳舞啊 比神仙还美呢 行了行了行了 我哪有功夫 听你在这摆会 赶紧说说 大老刘什么情况呀 大老刘啊 在大世界舞厅知名度最高了 到哪一打 谁都知道 哎 大老刘的底细呢 我也说不清 反正我跟他就合的来 处的好 天有不测风云 大老刘到底干什么呢 像干我们这行的 也根本没必要过问 喜欢就得了呗 副队长跟他聊的呀 这脑子也是一团将 哎呦 动一句 吸一句 南一棒子 北一锤子的 这小金子失踪案 唯一的线索就是手机 找到手机 就等于 撬开了案情的一角了 查到手机导手的源头 是大老刘 那么这大老刘 一定就是小金子 失踪的知情者 这人是老五皮子 什么叫五皮子 天天来这跳舞的 天天接触舞女 这大老刘 完全有作案的可能 副队长跟黄姑刑警交换了一下意见 那帮兄弟 对副队长 真是钦佩的五体投地 一听说 小金子有消息了 摩拳擦掌 恨不得 马上就把这大老刘 给逮着 副队长 又向支队领导汇报 经过支队同意 专案组准备传讯大老刘 警方这一查呀 果不其然 跟舞厅的常客们说的一样 大老刘知名度很高 口碑还不错 大伙一提起来都是 嘿 老刘 风度翩翩跟个绅士似的 跳的人是真好 跟他跳过舞的舞女也说 大老刘 对我们这些舞伴 彬彬有理 跳舞的姿势特标准 一码国标 从来不摸摸缩缩 搞小动作 出手也大方 还有一个舞女 跟大老刘吃过饭 大老刘请客贼讲究 啥好吃就点啥 喝酒从没失态的时候 从不跟女人勾肩搭背 掉膀子 嘿 跟他触帖子 太值了 这大老刘啊 跳舞确实讲究 他一到舞厅 舞女就不找别人了 挨个等着和他跳 那待遇啊 把其他来跳舞的这些男的 羡慕的一个个 眼红的不行 还是大伙都说呢 嘿 也不知道 这大老刘 怎么就这么有女人缘呢 经过进一步调查 大老刘 名叫刘学新 55岁 住余洪区黑山路 曾经呢 当过季洪电梯制造厂的厂长 在经常逛舞厅的舞皮子里边 大老刘是有身份的体面人 口袋里也不缺钱 要说起来吧 大老刘 长相还真是挺普通的 也不高 小眼 但会打扮 平时西装革履 这一举手投足啊 嘿 就是比别人显得那么优雅 这么说吧 大世界舞厅只要有大老刘 基本上就是他的专场表演 甭管是华尔兹还是汤儿 保证满堂才 还有啊 大老刘不但舞姿高雅 舞风很正 而且特别尊重女伴 很多去跳舞的呀 都是偷偷摸摸的 趁着跳舞的时候 左摸一把 又碰一下的 大老刘不这么干 不玩鞋的 并且给舞伴的小费 从来不吝啬 跳完之后啊 有时候还彬彬有礼的 请舞伴到饭店 小酌两杯 请人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 人也不搞那些歪的鞋的 大老刘家庭没什么负担 孩子都出去了 只有啊 老两口在家里边 老伴呢 给别人看孩子 挣点零花钱 大老刘没钱没挂的 一天到晚 就是出入舞厅找乐 就这么个 每天乐颠颠的 大老刘 能和一桩 舞女被杀案 扯上关系吗 这确实 让人匪夷所思 2005年 11月3号下午 大老刘到 离家不远的 个人诊所 找医生啊 割除眼袋 虽然说在舞厅里边 风光无限 毕竟年过半百了 这头发是一年比一年少 渐渐露出这光光的头顶 眼袋呢 也不争气的长出来了 其实说回来 到这年纪了 都有眼袋啊 这有什么呢 可是大老刘自己不满意 他说了 这道舞厅里边跳舞 却拿不出手啊 因此呢 下决心把眼袋割下去 这样显得年轻点 医生呢 也免不了跟他开几句玩笑 哼 这家伙 这是要焕发第二春呢 啊 医生给他做了手术 割除了眼袋 小心的缝合好窗口 然后呢 贴上了药布 这就算处理完了 这刚忙完 诊所门就开了 闯进来几个陌生人 刘学欣 公安机关 依法传讯你 啊 我是守法公民 为什么传讯我呀 你涉嫌与一桩凶案有关 希望配合我们的调查 什么 我跟凶案有关 怎么可能吗 大老刘猛的跳起来 朝出示证件的侦察员 大喊大叫 侦察员 不管他怎么辩解 拿出铐子 直接靠在他的手上 大老刘使劲 这一挣扎呀 他那眼袋 那窗口 刚缝合好 这一使劲 啪击 又站开了 鲜血啊 鼓鼓的就渗了出来 跟两道红蚯蚓似的 顺着脸颊就流下来了 在外边的副队长 一看侦察员 把满脸试血的大老刘压出来 还责备他们呢 这帮小子啊 下手太重 怎么把眼睛都给人打冒了 谁敢动他一个指头啊 这老家伙臭美 大老头子了 来割眼带来了 副队长让人把大老刘 押到皇姑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自己带人依法搜查 大老刘的家 这一去可不得了 接出了一连串的血腥惨案 大老刘的家呀 是旧式的两居式的套家 室内的陈设呢 比较简单 侦察员首先在床头柜里边 搜出了十多块 各式各样的女士手表 在一边的大老刘的媳妇一看 瞠目皆舌 赶紧解释 哎呦 警察同志 我是真不知道 这些表哪来的 哎呦 我都不知道 放着这么多这玩意啊 我家里边不可能买这个呀 警察在阳台上呢 又翻出了大量的黑色大塑料袋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 按说 哎呀 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买卖 装垃圾也用不着这么大的袋子呀 哎呀 谁知道老刘这是拿这干什么呀 侦察员呢 从箱子里边又翻出了大老刘的一个存折 发现存折上个隔三差五的就存进去个三千五千的现金 这跟大老刘的自身经济条件出入很大 他就一挣死工资的 哪来这么多钱呢 侦察员呢 就问大老刘的妻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都是什么收入啊 哎呀 这老刘在外边天天逍遥自在的 说实话 他背着我存这些钱呢 我还真不知道 家里也没什么来钱的门道啊 我天天在别人家帮着看孩子 这自家的事啊 管的也少 问的也少 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呢 老刘就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呀 说可能晚点回来 他呢 偶尔还领人来家里打麻将 也能抽点红 可这也挣不了这么多呀 副队长就把这些疑点呢 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候 技术人员呢 在大老刘家的各个房间 开始进行调查搜索 在卫生间里边啊 发现了一些血字 把这些血字呢 也提取下来 等待化验 这血检报告 很快就出来了 一共有五个人的血迹 四个女性 一个男性 经过DNA鉴定 男性的血迹 就是大老刘自己的 而四个女性的血迹 其中之一 与铁锡区一位失踪的武女 DNA相符 可以认定 老刘家的卫生间 就是他的 杀人作坊 这边的审讯 也异常艰难 大老刘的 割除眼袋 手术那个窗口啊 流血不止 上什么止血药 也不好使 这血呢 不停的流 滴在水泥地上 这大老刘对刑警的提问 也是避重就轻 装聋作哑 尽管那些手表 塑料袋 存折等等物品 放在眼前 还是咬牙奸挺 不是我干的 我没干过坏事 我口碑多好啊 去问问去 审了半天一夜 黄姑刑警 也拿大老刘没办法了 专案组 经过刑警支队领导的同意 把大老刘交给专案二大队审讯 副队长 早就预料到审讯的难度 就把大老刘带进特审室里边 得亲自和大老刘交锋 特审室非常的安静 安静的让大老刘这心里边啊 他没底 副队长就盯着大老刘 也不说话 一连十分钟一声不吭 盯着这大老刘心里是直发毛啊 这时候大老刘突然提出 我想上厕所 副队长就让侦察员带他出去方便 大老刘刚站起来 一把推开了侦察员 一头朝暖气片就撞了过去 侦察员手机眼快使劲拽住他 把他重新摁在了铁椅子上 副队长看着 副队长看得很明白 大老刘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松动了 现在只是硬撑着 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啊 肯定掉脑袋呀 副队长依照掌握的证据 一点一点的和他谈 又审了一天一夜 他终于开口了 而这一开口 副队长就震惊了 来说说吧 大老刘的犯罪诡计 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老刘 刘学新 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曾经下乡插队 1972年回城 先在钢厂做临时工 后来转到了铁锡区 季洪电梯制造厂 当正式工人 1991年从车间主任 一跃成为了一厂之长 季洪电梯厂啊 现在来看也就是个 二百人的小厂 但在那个年代还是不错的 刘学新执掌大权之后 大吃大喝 热衷于泡洗浴中心 找小姐养情妇 对厂里生产销售情况 很少过问 你说哪个厂子 摊上这样的厂长能好得了啊 企业效益可想而知 没几年就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 1999年企业整体买断 刘学新怀揣着一万块钱的散伙钱 家里边就闲下来了 养老了 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 刘学新这心里边啊 还真是挺苦闷的 一想起自己当厂长那时候 花天酒地 声色全马 他一想着 他这心里边 他就来气啊 他自己啊 曾经多回都说过 这社会不公平啊 啊 我是什么 人才啊 不给我这样的人才 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 刘学新哪 没想过到别的地方打工去 他说了 我原来厂长啊 国营大厂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原来是多风光啊 让我去给别人打工去 沦落到别人手底下混饭去 我不去 太丢人 可是没有经济来源 这生活怎么维系啊 散伙钱就一万块钱 跟大老刘原来似的那个活法 又泡澡 又找小姐 花天酒地 大吃大喝 这能花几天呢 大老刘没办法了 只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2002年 刘学新 大老刘 遇到了以前经常陪他的一个小姐 俩人一看 这当年 这也算是好朋友啊 俩人免不了那小卓几倍 这小姐呢 还提起来这茬儿呢 说嘿 刘厂长当年 大权在握的时候 一掷千金呢 提起这些 这老刘心里边啊 更不是滋味 他也不想在女人面前 露出寒酸馅 于是就抢先付了账 后来呢 俩人又接出了机会 刘学新发现呢 这个小姐 可是有钱 穿的戴的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于是就动了杀机 找了个机会 就把她给弄死了 还发了一笔可观之财 还不少的金银手势呢 杀了人 大老刘提心吊胆了 好长一段时间 毕竟原来没干过呀 别出什么事啊 别抓着我呀 那一段时间那么多钱 一分钱也不敢花 过了好久 这才敢慢慢的 把那笔钱花出去 这事过去之后啊 又过了有两年的时间 刘学新忽然对舞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事没事就往舞厅钻 有过当厂长的光辉历史 吃喝玩乐样样在行啊 跳舞又是长相 原来当厂长的时候 可没少跳过 很快刘学新 就在舞皮子中间 名声雀起 别看他个头不高 还偏偏得了个 大老刘的哑号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他对女人 肯花钱 舞风症 口碑又好 大老刘去舞厅 总是怀着 不可告人的目的 像前边咱们提到的 出租车司机李强盛一样 刘学新跳舞 目不斜视 他不想着 左摸一把 右碰一下 他这眼睛啊 就盯着舞伴的项链 戒指 跟精巧的小皮包 这项链 少说好几千 这戒指 漂亮 带钻石的 哎呦 这小包 这小包出去 也能卖不少呢 怪怪 哎呦 这一下 这得多少钱呢 于是 大老刘对物色好的目标 就伸出了黑手 2005年3月22号 大老刘把舞女小金子 约到家里边 轻而易举的 把她杀死在卫生间里 可是啊 这小金子身上 还没多少钱 就抢到了40块钱 有一些金银首饰 有手机 杀完之后 就在自己家里边 进行碎尸 把尸体肢解之后啊 分别装进了 早已经准备好的 黑色塑料袋里 趁天黑的时候 出去扔掉 人是杀了 可是废半天尽 就得了40块钱 大老刘这心里边 不甘心呢 第二天又出现在舞厅 依然是风度翩翩 别看刚杀了人 一点显不出来 笑容还是那么从容 他呀 在心里面某种程度上 又找到了自信 以后这些女人 就是无穷无尽的 裁员呢 从那之后 刘学新是连连杀人 害命 手段如出一辙 他所有的一切恶行啊 老伴丝毫没有察觉 都是在老伴给人当保姆 在别人家的时候 又杀人 又分尸 利利索索弄完的 就在落网的前一天 他还杀了一名武女 抢到的存折 就揣在口袋里 刘学新杀人碎尸 把这尸块都扔在于洪区白山路的绿化带 以及排水泵站的电井里边 他的作案凶器呢 则是藏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角落里 震惊沈阳的大老刘杀人案 被揭开了神秘面纱 在各个舞厅引起了一阵恐慌 谁能想到 一贯作风正派的大老刘 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魔王呢 大老刘在看守所里边啊 又交代了几起杀害武女的血案 由于这个时候啊 武女的那些尸体尸块 大多数腐烂难以辨认了 法医费了很大力气 才拼出了七具完整的尸体 因此检察机关 只能认定刘学新的七起命案 随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6年11月8号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判刘学新一案 一审判处其死刑 刘学新当庭表示认罪 押回看守所之后啊 他还一反常态的对管教说 怎么才认定七条人命呢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都说了吧 管教见刘学新不想开玩笑 马上找来有关人员 对刘学新进行审讯 深挖于罪 刘学新交代 一共杀害了16名巫女 警方根据刘学新的最后交代 又找到了若干的女性尸块 但是此时在何时时源 几乎是不可能了 本期节目为大家讲一桩 发生在官场上的谋杀案 咱们先说说主人公 主人公姓陈 叫陈锦云 1947年的时候啊 出生在江西省东湘县 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边 陈锦云这人呢 从小啊 特别的刻苦 别的小孩都是满街风跑 唯独人陈锦云 读书啊 要多努力 有多努力 凭借自己的本事 1962年就考上了江西冶金学院 三年之后呢 毕业了分配到了干南大吉山乌矿工作 一个落后乡村的穷苦学生 说能找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矿上的工作 别人想都不敢想啊 所以他呢 也是加倍的珍惜 到了乌矿上班以后 还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后来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锦云被调回老家辅州行属纪委工作 因为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了办公室的主任 回甫州工作以后啊 甫州地区的崇仁县县委书记 因为违法违纪被革职了 年轻有为的陈锦云 就代表地区纪委带队来到了崇仁县蹲点 调查处理崇仁县县委书记 以及领导班子的问题 陈锦云也是不辱使命 工作做的特别的出色 组织部门呢 也没对他进行多少考察 就安排他留在崇仁当了县委书记 陈锦云总算是一步一步的 这也算是当上了县老爷了呀 一当上县委书记之后 整个人呐内心开始膨胀了 他呢 就把他所拥有的那点权利 当成自己的聚宝盆了 做了很多让老百姓非常不满意的事情 后来组织上一看没办法 又把陈锦云调回辅州地区科协工作 这一调动 陈锦云这心里边他不服气呀 他不舒服啊 县委书记这是大权在握 到科协那有什么权利呀 哎呀 我这县委书记啊 一夜之间话为乌有了 什么都没了 陈锦云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呢 挖空了心思千方百计的想调离辅州 1992年10月份的时候 他呢 从辅州就出来了 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江西省安义县的县长 他刚一上任 那腐败的嘴脸呢 就又彻底暴露了 他当县长的时候 在位的县委书记姓胡 这胡书记啊 后来也反映了这么几个情况 说陈锦云到了安逸之后 一件实事也没干 并不是想着说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谋福 而是我行我素 不停的为自己买车换车 在那个年代汽车可是大物件啊 陈锦云啊 也知道 你看人书记都没换车 我一县长换车 多不合适啊 就只是一个个体户给胡书记 也买来了一辆车 什么车呢 丰田皇冠 各位 那个年代的皇冠 可比现在路上见个老死都稀哈啊 胡书记呢 人没药就拒绝了 随后啊 也批评陈锦云 锦云啊 你这是维绩啊 你这是超标买车呀 咱们哪能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呀 陈锦云呢 嘴上答应着 这有什么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不仅没听进去 心里边啊 对胡书记是怀恨在心了 大伙对陈锦云不满意的地方 除了是奢侈腐败之外 另外一条呢 则是他的霸气啊 目中无人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回啊 县里边呢 召开书记办公会 县委呢 研究人事问题 县委书记是人 胡书记啊 陈锦云你是县政府的县长啊 人会上已经决定了 谁谁谁在哪个岗位上不错 往往一个晚上 陈锦云就全都翻过来了 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啊 你们说张三 不行看不了这个 李四门都没有啊 他这个人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往往到最后是 他想换谁 就换谁 除此之外 陈锦云的腐败啊 是让大伙都戳几两骨的 举个例子吧 1993年元旦之前 马上不也快过年了吗 陈锦云呢 和四个手下一合计 你说快过年了 咱不得买年货啊 是吧 哪来钱买呀 这么着吧 让水电局下属的 工业物资公司经理陈嘉勇 拿五万块钱公款 给咱们五个人呢 一人一万 私分公款这件事 陈锦云呢 感觉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呢 人那公司 人也收不了这个呀 后来啊 就也向胡书记汇报了 这个情况 这钱还没拿出来呢 胡书记啊 就制止了这件事情了 给陈锦云气的呀 是暴跳如雷 从这开始 陈锦云感受到一个问题 只要胡书记 还当着县委书记 我这县长 可就是一个摆设 想来想去 他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狠狠的 修理修理胡书记 让他这县委书记 你就当不成了 刚才咱提到了 那个公司的总经理 叫陈家友 陈锦云就找到了 臭味相投的陈家友帮忙 1992年10月 陈锦云到安逸县当县长 一个月之后 这陈家友可就巴结上了陈锦云了 没过多久 陈家友涉嫌偷漏税 被南昌市检察院关押起来了 因为陈锦云从中关照 做了不少的工作 付出不少努力 陈家友得以取保候审 从这以后 这陈家友可就算是陈锦云的左膀右臂了 这回陈锦云请陈家友帮忙 不为别的 就是咱们俩得联手 把这胡书记给他搞下去 陈锦云呢 策划了这么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由陈家友出面 找人呢 写无告信 告胡书记 可是这信呢 寄出去好几个月 也没挤走胡书记 陈锦云这一看 不行啊 这招不管用啊 咱们来第二招吧 这第二招就是当年震惊南昌 乃至震惊全国的1013政治谋杀案 陈家友啊 认识一个人叫于君 这于君曾经因为斗殴被劳教过两年 他就想让于君呢 开车去撞胡书记 陈家友拿出来一万块钱给了于君 那时候一万块钱 还值钱呢 让于君呢 买两辆外形相似的旧吉普车 过去别看钱值钱 但是过去那车也值钱 大伙就想把一万块钱两辆的旧车 得救到什么程度啊 反正能动就行呗 就开一回 一辆用于作案 一辆用于作案之后 掩人耳目 在这期间呢 于君呢 也找着帮手了 江西省德安肥营石矿汽车队的工人 叫冯安平 有事求于君 于君就跟他说了 这么着吧 你求我的事呢 我想法给你办了 但是有个前提 我也有事得让你办 看你办得了办不了 什么事啊 你开着车 把谁谁谁给我撞了去 行啊 没问题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号 陈锦云呢 知道胡书记要在县里的文丰园开会 于是他就告诉了陈加油 加油啊 今天呢 胡书记要在文丰园开会 知道吗 行 陈县 您就甭担心了 这事啊 交给我了 晚上七点左右 陈加油就让于君到文丰园去等着 他了于君立刻叫上了冯安平在那伺机作案 晚上九点来中吧 胡书记开完会和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呢 就从文丰园走出来了 他们的是步行的 走到安义县解放大街的时候 和另一个人就走在马路边上的 突然就见一辆车啊 子牛就冲了过来 胡书记啊 被撞的飞出了十几米 旁边的同事呢 哎 也都被撞伤了 要说起来啊 这胡书记命也大 没有生命危险 不仅如此 后来经过法医鉴定 胡书记被撞的都飞出去了 但是仅仅是轻伤甲级 虽然说伤的不是那么的严重 但明摆着这是奔着杀人去的呀 1013政治谋杀案发生之后 原本应该被绳之以法的陈家友 却安然无恙 怎么回事呢 因为前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曾新民跟陈家友啊 关系特别的好 陈家友在曾新民的保护之下 逍遥法外 而浑身是伤的胡书记呢 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被迫调离了安义县县委书记的岗位 而陈锦云呢 则阴谋得逞了 风风光光的当上了安义县县委书记 兼任人大主任 陈锦云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总算又当上县委书记了 嘿 这一当上书记 比当年在重人当书记的时候 更霸道 更无法无天 当时县水产局的局长姓王 这王局长呢 就找到陈锦云 陈县呢 我想把我的爱人呢 调到县公安局工作 这陈县长呢 也挺现实 嘿 没用的 那说他干什么呀 对吧 当然啊 人不会说这么直接 哎呀 这事不好办哪 哎呀 这事有难度啊 哎呀 很多同志看着呢呀 王局赶紧啊 送了5000块钱 陈县宁看这事办 立马办 嘿 5000块钱就办成了 县农资公司 有一副经理姓袁 他呢 想当县供销社的头 也是找到陈书记 哎呀 陈书记啊 你看这事 哎呀 不好办哪啊 你看那么多同志都看着呢 啊 送5000块钱 陈书记 您看这事办啊 立马办就也给办了 您各位说了5000块钱 一个手机钱就办了 各位90年代初 一般情况之下 一个人工资也就是一二百送5000两三年的工资呢 就这么着 安逸县的干部提升啊 或者调动工作呀 都是陈锦云一手抓了 完完全全 由他个人说了算 不过啊 有句老话 哪有邪恶 哪就有正义 正当陈锦云得意忘形的时候 有人向他宣战了 那么这人到底是谁 最终那起政治谋杀案又是如何被翻出来的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正当陈锦云当上县委书记啊 在那15贺6的时候 原安逸县龙金镇党委书记曹政法等人 就向检察机关举报了陈锦云一共是15个问题 其中包括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等等 可是陈锦云毕竟是有着非常广的社会关系网的 很快就知道 曹政法他们向检察机关举报了他腐败问题的消息 而且怀疑 背后鼓动指使曹政法他们的 就是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 陈锦云就想着咱们呢 逐个攻破吧 立刻打击报复曹政法 先是在县委书记办公会上 不顾万先勇等常委的反对 将曹政法就地免职 紧接着呢 陈锦云又暗中指使别人 伪造匿名信 举报曹政法有经济犯罪问题 指使县检察院的一名副检察长 强行把曹政法就关押起来了 这一系列的操作都不符合流程啊 万先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对县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提出了三条意见 说一 没搞清楚的问题 要继续搞清楚 第二 曹政法要立即释放 你们现在已经违法了 你不能知法犯法呀 第三立即召开党组会 统一意见之后 立刻向南昌市检察院和安逸县委领导汇报 这万先勇是县里的三把手 各位 人陈锦云可是一把手啊 这一把手一看 怎么着 三把手这是要枪火呀 这是要示威呀 要造反呢 于是他决定报复万先勇 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的一天 陈锦云呢 把陈家友叫到家里边 阴沉着脸就跟他说 家友啊 我叫你来 知道什么事吗 你想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我多次提出来让你看 可是万先勇始终不同意 现在迟迟你开不了工 就是他在掐你的脖子呀 这事再拖下去可就黄了啊 这是在干嘛呀 鼓动大伙啊 让陈家友恨上万先勇啊 陈家友他是个商人呢 咱们总说商人的本质是逐利 他就琢磨着 我要是不把万先勇搞走了 我要是不巩固我们陈书记在安逸的地位 我这承包安逸商城二期工程 那这就没戏了呀 为了钱 这陈家友啊 也是豁出去了 他呢 通过于军又故请了 曾经因为敲诈勒索 被劳叫过的无限钟 一起行凶 1995年11月21号晚上11点左右 万先勇啊 上了一天班了 也累的不行了 走着就回到宿舍 把房门打开的时候 刚把房门推开一半 突然呢 从房间里边闪出来一个黑影 万先勇还没反应过来呢 一把刀子就向他左胸就刺了过来 万先勇啊 用左手本能的往下这么一压 结果这刀就刺进了他的左下腹 万先勇忍着疼 赶紧把这钥匙包啊 全都扔下了 不顾一切的就抓住那把刀 没想到这个凶手还真是年轻力壮 用左手搬住了万先勇的右肩膀 右手还在使劲的把刀往里捅 僵持了一会儿 万先勇啊 俩手突然一发力把刀就拔了出来 凶手呢 被逼退了一步 刀被万先勇就夺了过去 可是刀一拔出来 血啊肠子啊也都跟着流出来了 万先勇啊站立不住 咔嚓一下就跪在地上了 万先勇拿着刀指着凶手就问 什么人 为什么要杀我 凶手没吭声 哪能回答你这问题啊 赶紧又扑过来夺刀 万先勇一看 这人那是要我命的 玩了命的就喊 救命啊 有人杀人了 但是啊 此时万先勇因为伤势太重 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 凶手一看 万先勇倒下了 先踹了他一脚 没动弹 紧接着又在万先勇的后背上刺了一刀 万先勇的神志还清醒呢 强忍住疼痛 不敢动弹在那装死啊 凶手见万先勇没反应了 这才拔出刀一转身 把门一关就逃跑了 万先勇被歹徒刺伤之后 用手捂着流出来的肠子 从三楼爬到二楼 被听到声音文训赶来的人 及时的送到医院抢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安逸县委副书记万先勇 被人谋杀事件 立刻引起了江西省委省政府 南昌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组组成立了1121专案侦破组 迅速展开工作 之后江西省委啊 也专门召开常委会 听取案件侦查工作的汇报 五天之后 也就是11月26号 1121谋杀案告破 凶手吴县忠被逮捕 经过连夜的突审 吴县忠呢就供出来 我是让陈家友雇佣的 我来杀万先勇的 本来呀 我跟这万先勇 没有什么仇 没有什么怨 这陈家友到案之后 一口咬定 这起案子就是我雇凶杀人 和别人无关 把全部的罪责都揽了下来 万先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12月3号 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 和江西省纪委书记 写了一封信 万先勇在信里是这么写的 孙敬的领导 安逸县1121谋杀案 表面上看是一起谋杀刑事案件 实际上是一起利用黑社会势力 排除一己 干扰地方党委政府 坚持正义开展工作的政治案件 据我个人分析 陈家友不具时招供幕后策划者 是存有幻想的 按他的思维逻辑 靠山不倒 还是有出路的 1993年 市检察院放了他 不就是有靠山力保他过了关吗 此案能彻底查清 能把幕后指使 策划者都挖出来 那我将是最后一名受害者 我所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这封信就引起了江西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且很快转到了江西省公安厅领导以及办案民警的手里 事实上啊 办案人员早就把陈锦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公安机关加紧了对陈家友的审讯 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吧 陈家友啊 最终还是招供了 他承认 之前打算谋害胡书记的1013案件和谋害万先勇的1121案件 全部都是陈锦云幕后指使的 这两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 安义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主任陈锦云终于是暴露了 1995年12月26号 陈锦云被南昌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 1996年5月7号 经过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陈锦云被执行逮捕 两起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以后 公安检察等部门趁胜追击顺藤摸瓜 又挖出了另一起大案 各位您还记不记得 咱们上期节目提到过一个人 原南昌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新民 这一次就挖出来了曾新民受贿寻私舞弊案 这曾新民呢是陈锦云的后台老板 堂堂的一个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 竟然和陈锦云这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恶人混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啊得从八六年说起 八六年秋天陈锦云呢 还是安逸县的一个普通农民 承包的甘局员被人哄抢了 当时在安逸县武装部当政委的曾新民 亲自到现场处理 陈锦云一看 哎呦来了领导了 抱大腿吧 从此这就算是攀上高枝了 他们之间呢 就形成了稳定的权钱交易的关系 陈家有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七年的时间 一共送给曾新民高档家用电器等物品以及现金将近十万元 各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十万 陈家有啊 这是很慷慨啊 也有了丰厚的回报 一家五口人农转飞了 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了 同时啊 在曾新民的提携之下 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安逸县水电局工业物资公司总经理 一九九一年 曾新民升任南昌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陈家有呢 也就成了省水利厅物资供应公司的法人代表 1013案件发生之后 曾新民知道这事情是陈家有干的 但是他没有追究 这才有了1121案件 陈家有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还说呢 如果曾新民对1013案件追究的话 我绝对不敢再敢1121谋杀案 一九九九年2月12号 曾新民因犯受贿罪 寻死舞弊罪被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九九九年9月3号 安逸县原县委书记陈锦云被江西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号 参与谋杀两位县级领导的同案犯 陈家有 于军 吴县忠 被押送刑场 执行死刑